今天焦点正如开市时 我们恒指可以做好 但现在恒指已经要倒跌 暂时都可以守住欧雄分界线 欧雄分界线是28310点水平 另外昨晚没有美股 今天的市场全方位都要捉 大湾区规划纲要出台 当中提到要推进金融市场互联互通 中银香港可以高开到1% 但有帮保险开市时是偏远的 还有些焦点股可以留意 就是医药股 大摩调整了多只股份的目标价 其中他们调了石药的目标价 看18元 石四药盈起就获得大摩上条目标价 今早可以跑人同业升到3% 首先和Stanley谈谈市况 昨天没有美股 今天大家都集中找大湾区规划纲 11章折50多页 究竟对香港经济有多大帮助 如果我们先看市场表现 似乎为何要倒跌 又升至买跌 我们一直说了几次 能否守得住牛熊分界线 因为如果看图去看 顶得到上去 就好像之前形成了一个伤底 穿颈线再量度上去 应该3万日都可以去得到 但是来到250天线 我们已经看到它上上落落 究竟是否还未确定 之前是否是伤底 令到我们的市场上升得更高的水平 我自己这样看 现在市场在1月初一路上升 都形成了一个上升通道 似是一个伤底 但是现在去到250天平均线 反而好消息又不少 其实一直出近好消息 但是反而看到阻力 其实也不小 在上面也不能说一口气可以突破 今天有消息 但是也不是看到市场很兴奋 都是比较冷静的 较早之前中美贸易谈判 甚至说到有量解备忘录等等 都是不算是可以有一个突破 依然都在28500这个位置 好像持续有一些获利回吐 是一直出现的 这个都要留意的 另外腾讯也是没有什么突破的 虽然其他股份好像好一些 但是腾讯一天都不强 其实都是一个少少人幼 加上最近就热炒了很多其他中小型股 或者投机性比较强的股份 这个都是通常升市尾升的时候 一个少少的现象 这个都要留意的 我自己觉得 今天收市会控和恒生出全年业绩 以及出了第四季的业绩 大家是否会放下这一样东西 银行股的表现 大家都关注的息差 在汇丰身上有些行则冲警 今年会增加牌食 甚至有些都问 究竟今年它会不会继续回购呢 汇控现在还会不会主宰着大市的表现呢 未必可以主宰着大市表现 但是我们可以从汇控今天公布业绩 或者恒生公布业绩之后 投资者对这两份业绩的反应 去决定大市是否能够再进一步 就是推升 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业绩期了 较早之前那些事件的消息 是逐步明朗化了 现在其实已经进入业绩了 业绩其实大家对去年的情况 是都有心理准备的 特别是第四季 所以变成如果出来的情况 都是第四季弱 但是可能管理层的展望比较正面 或者他们做一些企业的动作 譬如派息或者回购 那方面的动作都继续做的话 如果投资者都是收货的 这样计算 我自己觉得都会稳定到市场的情绪 从而可能继续再会看回 其他大蓝筹的业绩 一路的市场都会在 可能大概28,500 水平可以震荡上落 直至到一些真正有据突破力的消息出来 然后才是向上突破 这一刻其实市场对于汇控 都不会有太大的期望 那个经营环境或者是息差的状态 我们看到市场现在又可以升 今早很淡争辞 正如我一开始的时候就说 上天就没有美股 反而我们收市之后 国务院公布粤港澳大湾区的国家规划发展纲要 有些指标在 实质内容如何执行 其实要等到星期四发改委 他们有个宣讲会 就仔细会说得到 但市场就已经是开始续定 其实恒指在去年已经有一个 叫做户芯港通大湾区综合指数 直到上天累升了差不多一成一 其实里面全部都是一些大股份 好了 这个干扰真的出来了 我们的详程不多说了 很多报道已经说到了 我们每个人都会捉了 究竟有些什么股份 在反映着 越港澳大湾区 在香港的建设有多大理好 有大股帮我们捉了 其中我们执光大政券 他说四大分类 第一个当然是湾区的建设 第二个就是关注到 大湾区对外的责任 关注在内港、物流、机场的发展 第三类就是围绕生活圈 包括大数据、半导体、生物医药、休闲服务 第四个就是有帮助 对于大湾区里面的土地储备的价值重股 最简单的是市场一炒 炒了第四类 就觉得整个大湾区的物业价值 就会提升和重股 这些股份炒了 其余那些他提到的建设 港口、物流或生活圈 这些概念股 究竟市场有没有留意得到 我想市场很早已经留意 因为大湾区也在说 2017年提出 然后市场一直看着这件事 近来来说 就着大湾区的消息 其实都一直酝酿 我自己看到 其实这类股份 都是做得不错的 在那个升市里面 比如说越海 越海投资那些 其实都一直是逆着市 去年市场很差的时候 它都可以做得好 那些基建股也是 都是先了市况做得好 我自己看反而是可以留意 一些金融类的部分 甚至是譬如 港交所、充电动等 在特别提到 互联互通 各方面的未来的空间 发展 特别是一些理财产品 互联互通 人民币的国际化等等 这方面 香港这边很明显 会担当一个重要的角色 加上 未来香港 在作为一个 创科中心的金融平台那方面 我觉得很值得留意 因为将来会有很多 在大湾区里面的独角兽 应该都会选择香港 在香港上市融资 当这个平台越做越大 亦有机会吸引到 更加多的海外不同的投资者 关注我们大湾区这个创科的办法 所以这个观点 我自己觉得 是有机会 逐步在市场里面浮出来 听过干预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银是做大了 是做多了 还有些跨境的业务 是容易了 便利了 但对于一些上市的股份来说 其实这些要巩固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 都是我们看成份股里面的金融股 在这一刻看的时候 他们开放了 市场好像大了 但是他们的竞争 或者威胁是否大些 你可以进去 别人又可以出来 譬如有些保险 可以互通的 要扩大香港和内地居民 机构进行跨境投资 这些从来都是相向的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 你一定会觉得 AIA应该是最受惠 尤邦应该是最受惠 甚至乎会控也好 也不觉得那两只股份是特别兴奋 即是它已经是先行先试 即是它的业绩告诉你 它内地的MBV 新业务价值已经是27% 现在其实人家分它一杯羹 会不会呢 我想尤邦市场炒上来 其实都是主要是看内地开放的保险市场 而大幅区正正就是要需要一个这样的架局 应该对它也是有利的 但其他的对手其实都不会说阻耳大币 也都会加强它自己本身的团队 或者产品的开发等等 所以竞争是有 但是是一个做大的饼 即市场对不同保险产品的需求是大了 的情况下令到市场大 以及不同的Player都可以发挥得到 这个状态当然是理想的 但也不是短时间可以看到 所以股市或者投资者的即时反应 不会说有这么大的憧憬 是 跟我们在互联互通 即港股通的情况完全一样 港股通出来的时候 大家可能都未必太有信心 亢奋于一轮后就会冷却 之后呢 看到真的持续有资金 相向流入流出 即相向去增加的话 其实整体上对市场是会带来一个正面的帮助 但这个就很考大家的耐性 因为他的计划其实是2035年 你是不是会坐到这么多年 所以即时立干建影有效的 会不会始终都是基建股呢 他提到几个省的大桥 运输系统的连接 加速港口的发展 跨海大桥等等 有行就例如中交建10000 甚至乎在港澳基建市场 召业率比较多 譬如有中国建筑国际3311 这些是否当下反而他们是最快受惠 虽然在规划里面 本来基建就要长一点时间 但是直接最快受惠反而是他们 我主要同意这个观点 因为明显是说 你要规划那个豆瓶区的时候 那个基建的建造那方面都要加快 所以即时来说 即时来说那些订单都会出来 另外就加上 但是今年我们都是看好基建的 因为基建明显是内地稳增长的其中一个主要的武器 所以变成相关的版法 其实无论政策的消息 以及现在的大湾区的未来的发展 都会对他们有利 所以变成即时来说 这种比较有信心的 在投资者的看法来说 都会比较一致 就是这个版法 还有规划干扰里面 除了香港要做国际金融中心 巩固和提升的地位 就创新科技发展 我不问你了 大家都找不到 现在才开始起步 国家交这个重任给我们 反而有两个版法值得留意 就是在民生方面的 比如高等教学的办学 教育和医疗 中央都希望我们这边 是可以和内地有一个沟通 大家可以提升的 这两个版法 又可不可以在上市的股份找到 我们香港上市的教育股 其实全部都是内地办学的 在今次的粤港澳大湾区 其实是否跟他们的事 我想市场看不到 香港自己本身的 比较高质素的教育股 是出到来的 以前也有些补习社 可能有些补习社 所以变成这个 和内地在教育方面的合作 都要发展 都要看下如何去做 可能在高等教育方面 例如大学那些交流 至于会不会出到一些上市公司 在这方面是受围堵 似乎未见到明显的一个情况 反而教育股 始终现在上市的教育股 都是受制于内地的政策风险 现在来说好像会松动一点 特别是对于一些高等教育 或者专科教育方面的看法 都会好一点 引入一些民间的资本 去做好这个sector 所以如果那些教育股 在相关的领域里面做得好 其实都可以留意 好 但这就很难在股票市场 可以捉得到 如果大家对大湾区概念 还是很模糊的 执着一个板块 就应该是全国通行的 5G概念 因为在报告里面 都有提到要推动 新一代信息基础建设 建设智慧城市群等等 要全面部署通讯设备 5G概念股 是否应该是必炒的 或是必买的板块 留意上的 其实中心通信性很好 今早早继续都可以站定 它除了5G这个概念 就是现在环球的盟友 是有是敌就分得到 英国就说它有能力 所以抵御到华为的产品 它们有技术有决心可以做到 不怕它们可以 蝕取它们的秘密 所以就不赞成 跟美国对盟友呼吁 要禁用华为产品 763上天已经开始升得不错 今天也可以叫做站顶顶 这个板块 你看到它 它真的破了之前的顶 现在尝试补回列后 还差不多20元 今早早开市的时候 其实是20元 这个板块 这个概念 不管是否有大湾区概念 其实都应该要留意着 我自己这样看 过去来说 例如炒4G的年代 其实都有同样的事情发生 到时 4G的相关设备 例如7-6-3 或者23-4-2 这些都是23-4-3 经纯通信 经纯通信 都是曾经有这样炒过的 今次5G的情况 我自己觉得都类似的 小心 就是说现在来说 是一个主题 我都知道是主题 A股炒得这么火热 在香港这边 不同的电信设备股 都炒起了 包括一些龙头 五二 有些中小型的那些 都炒起了 小心是说 就是和其他的一些 过去热门的板块炒作 那个操作上面都是一样 就是当你炒得高的时候 它的股值就自然是高的 是 当那个实际的情况 已经是反映了它 最好的一面的话 其实那个回吐的压力 或者调整的压力 都自然会大的 这方面 其实都和过去的模式是完全一样 不会说特别因为这个是5G 所以就和以往不同 如果不找这个 已经炒得贵的股值 我们退后一步 我们只是看准股票市场 应该会受惠于 当前当然经济增长缓缓 但是各个央行现在的货币 开始宽松了 再加上内地很多的经济政策刺激 上天我们看到内地股市都升得很好 比如创业板都可以超过两个月以来最大升幅 创业股会否直接可以受惠 我们几个月前都听到 创业股一定是先行 其实它们都走了一段日子 升上去 这个板块 很多都仍在潜水 比如686 仍是距离IPO的价钱 有一段距离 现在税金全面 调升了中资券商股的目标价 这些算不算是落后 但又贵了这些股份呢 我觉得是落后 贵了其实 现在升了这么多 当然贵了一点 但是如果你看回 现在的形势发展 似乎都是比较有利捐商的 最主要因为我们A股已经是见底了 势头越来越好 还有外资对A股的看法是相当正面的 今年以来 亦都是持续不断地流入 近来来说 升得多一些 是因为内地的散户都开始追翻 而加上 你看到中证监也都是立即换人 有些动作的 这些反映了 其实内地官方 都希望那个证券市场 是比较活弱一些 它不是说要市场 是好像大时代那样 是乱炒得通 而是说一个有规范 有秩序 有质素的 这样去上升 当这件事发生到的话 其实对内地的征销市场 长远发展是好的 所以券商股其实 是有这方面的因素支撑的 是 所以就算它是涨水也好 这一刻的看法又乐观了些 应该可以继续持有 还有几只药业股 大摩调整了多只药股的目标价 其中是石四药其实是发了营起的 预计去年的增长三成三至四成 所以石四药的目标价可以提升 药名生物和药名康德的目标价 都是提升了 但有些股份 其实那个目标价或评级 就是下跌了 药股又怎么看呢 譬如它将石药 蓝筹的目标价就降到18元 那是否因为太贵 所以它们要换马在药业股里面 都要选过呢 我想药业股也是贵的 相对于其他的板块 因为它们的增长也是强些 但是药业现在来说 面对政策的风险也是大的 大量采购令到仿製药招标的时候 大幅下跌这方面 究竟是怎样呢 究竟是怎样影响到盈利收入呢 暂时来说大家都是顾顾下的 所以变成都要在业绩上面才能看到 未来来说 当然要看创新药那些发展是如何 不同公司都要看创新药那方面的能力和收入的佔比 我想投资者到时业绩的时候要留意这一点 看到2359今早又破顶 反而两只蓝筹被调低目标价了两只 你们要收押了